C2到E2 F2到H2 等於是這幾個位置要插入這三個儲存格 那什麼意思 本來各位可以看到原來的檔案 長得像這樣子 在第一列的下方沒有什麼東西 跟完成的畫面插這個東西 也就是C2到E2指的是這個東西 F2到H2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四個儲存格 那我們要怎樣把它做上去 第一個它要怎樣 在原始檔這邊請你在這個地方下面這一列 因為我要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再插入一列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這兩列應該要選哪一列呢 記得要選第二列 因為如果你選第一列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插入列的話 它會插入到第一列上面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選了第二列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按右鍵 這邊會有個插入一列的話 那你把那個列把它加上去的話 我剛剛可能有複製一些東西 把它先貼上一下 好 那假如說我今天選第二列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插入 有沒有 它會加到第二列的這個位置 那原來第二列會往下移動 特別注意 所以等一下先選一下第二列 按右鍵 這邊有個插入 OK 就會多一列了 那這一定要做什麼呢 在第18頓到36 有沒有這下面都要增加什麼 增加三個 等於是那個有點像欄位的名稱 那這欄位的名稱要做什麼 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今天 那這個當然有三個東西 我預先先已經打好了 就是這三個 一個scope 一個position 一個leader 這三個東西怎麼樣呢 把它直接輸入 那因為 我是預先先打好了 那你們自己就直接打在這邊 這邊打一個scope 這邊打一個position 這邊打一個leader 打上去之後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 這個是要自己打上去的 那你打一個之後的話 其他還有三個怎麼辦 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有沒有 再把它貼一貼吧 這樣不就都有了 對不對 如果你不要這樣做的話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當然有啊 你把這三個選起來 印象中 你可以怎麼樣 三個選起來之後 它的右下角有個黑色空點 你有沒有要移上去之後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拖拉 整個再怎麼樣 一個 兩個 三個放開 你會發現 你只要做好一次 它向右填滿 有沒有 也會自動幫你產生一樣的東西了 哪一個簡單 你就用哪一個吧 不過如果說 你現在不想記太多的話 你就Ctrl C Ctrl V 就好了 這三個複製一下 再貼 記得要貼對位置就好了 三個 等於是再貼三個 OK 好那我們 就